在调度上可能要稍微留意 团体好 确实有范范眼都想到了 这一点的进攻当然是重心 也是我们的攻击手 但是怎么样来掩护它 已经有一些变化 我觉得如果会哄的话 就是想办法要攻击手 在各项的国际比赛 他现在都已经是越南队的大主将 190公分 他只有19岁 不满20岁 哎呦 所以他从来好过来得分 当然他190公分 不过身形是比较单薄了一点 也为东山高中拿下了高中排球决赛的冠军 双十国中 直线的进攻 现在左边弹踢到前排 前面的第一线是攻击得分 他这一次也很巧妙 避开对方的难忘 手腕的动作运用得很好 弹踢在今年的牙锦赛的帮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慧宏除了发球这个技术 没有发挥得很好 其他其实都做得很好 张嘉宁的场攻 接着左边 给弹踢 哇哦 打点又高了 过点就在三公尺室而已 195分 身高优势啊 确实 就大会员提供的这个记录上了他的 飘飘的发球 陈玉杰 有快空掩护就对了 弹踢这也是轻松的得分 个人也已经动下了四分 在第一局 刚才接发球 哦 球员修正的不错 对 其实这个球 好 可惜 瞬间啊 当然会很快 对 很可惜 其实这一片球 陈玉杰的判断非常好 调标的发球 当然是 柴欣尧的发球 余金凤 就只由下手做 由弹踢 重号化 飞飞的动作也是相当大 对 但当然起球点 稍微低一点 不过他还是 相当有威力 对 可以看到 我们从他的动作 可以看到 其实他就是 很有气入行 就是攻击那种 不进停的发球 下手做球 给黄曼雅 距离网是比较远 弹踢的攻击 他进 打得非常气 但在手腕 以及手指的运用 这方面 也都很用心 对 而且这种靠往的球 相对球的路线 角度会比较大一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那一颗球 他有整个 有稍微 我觉得南往不错 修正回来之后 左手的进攻 弹踢再次攻击 他跳 现在会有 再一个机会 还是给弹踢 包括力量 以及打点的相当高 救起来不容易 然后那种空间 左边 稍微离网的进攻 最后一分 还是由弹踢给收下来 弹踢在第二局的攻击 得到六分 南往攻下了一分 在第二局的比赛 还是破罩 现在呢 是以25比8 取得了第二局的胜利 目前在局数上呢 是2比0 你一定要让他有发挥 就是想办法 要球接大尾 那球才会比较多一点 10号是弹踢这一点 要进攻 但是就是 没办法 封住住 对 他的打法 很灵活 你看他就是 看到两个人在拦网 也打起来 10号把比赛拉近 这场比赛很有可谓 爱莱莎接发球 弹踢 打点太高 把球包下来 310公分 其实这个球的过往品质 先要多要求 不管谁在场上 就是 你只要是 有机会 你就是要多要求 应该还好 刚刚这个重控 直接 呃 刘宇晨 扎到他身上 对 打到0 但是打到了 下巴 下巴 这个 前一节连着3分 还是修正 前八球 这次的打点 五几点 相当不紧 对 相当短 刘宇晨 修正 弹踢 差一点点 就起来 这次举球稍微短一点 稍微快一点进攻 对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弹踢就是像这种球 他就打得非常有 有霸气的弹踢 那如果球拉长 因为你也知道球会给他 所以就是要想办法 做一些 防守 是 哇 看到凯提的进攻 他确实是比较喜欢 稍微挺一点 或者快一点的球 对 那 他这个 这种 时间差了 快节奏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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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